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人开始约会看电影 看完电影之后金发妹对电影的点评 表明了她希望爱她的人可以任她摆布 小白虽然不以为然 但是还要随身负荷 小白把金发妹送到家 想进去坐沙发 但是金发妹没同意 说要见见七大吴八大姨 才能去床上讨论问题 于是小白又带着金发妹 见了自己最好的朋友 正末了又把金发妹带回了家 看起来是早日这样的极品女友 爸妈都高兴坏了 流程都走完了 金发妹终于也让小白如愿以偿了 不过玩这之后 小白就觉得还是小电影更好看 不巧的是还被醒过来的金发妹背个正着 金发妹表示我这么好看 你还去看别人 小白各种呼言巧语 骗了金发妹 两人重归于好 金发妹为了让自己更有面子 让小白去夜校口闻点 小白在看小电影的时候 遇到了一位大姐 这个大姐可能是喜欢小鲜肉 坐在小白的旁边说个不停 下课之后还送了小白一部经典影片 小白说其实我有女朋友 大姐说没事我知道 你用得上 下课之后 小白又去找自己的女友金发妹 两人吃完饭一起去逛超市 听说小白很喜欢做家务 金发妹又不高兴了 身为大男人 怎么能做女人做的事呢 你得出去赚钱养家呀 回到家 金发妹发现小白 还在用电脑看小电影 原来小白在电脑方面 果然是小白 不懂得删除聊天记录 而金发妹认为 小白一直都在骗自己 每天还干这种无聊的事 小白也忍不了金发妹 对自己的操控 于是对金发妹说 你看那些烂片 还不如我看的小电影呢 金发妹对小白说 我以为你和那些死灾男不一样 没想到你只是一个 爱见深的屌丝 我们分手吧 小白又恢复了单身生活 又可以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 继续在夜店把妹 渐渐的 她发现与金发妹相比 夜宵大姐 才是真正懂她的人 大姐不会按照自己的想法 改造小白 或者换句话说 大姐不会单方面考虑自己 而更多的是考虑彼此的感受 其实作为男人来说 面对金发妹这样的 极品女神 不激动那是假的 但是拥有这样极致的美心 要考虑需要付出的代价 真正的爱情 不是拿出来让别人羡慕 而是两个人在一起 彼此舒服 好了 最后用一句情话作为结尾 今夜 我不关心这个世界 我只想你 再见